實際上就要做出什麼樣的效果 做出那個 就是十幀分針 可以旋轉的這個動畫 就是這個十幀 它可以做出一個旋轉 不過這個是轉十幀是45度 分針是轉剛好一圈半 所以是540度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 那問題要怎麼樣轉 這裡的動畫特別注意 我們是利用一個動畫 這個動畫叫陀螺轉 不過陀螺轉 它轉一定是轉這樣 就是說 你一定是要讓它整個轉 而不是說部分轉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的動畫 該如何設置 首先的話 第一個我們先把這個 先切過來 這還沒做完 那第一個 題目裡面有提到 第一個要做什麼 設計透明片3的分針 分針短的 然後呢 先實針 實針是 實針 採檢位置 高度為2.8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一定要採檢位置 什麼意思呢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 直接把這個實針 套用什麼 裡面有一個叫做陀螺轉 那陀螺轉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邊有個叫陀螺轉 有沒有發現 它轉的時候好像怪怪的 什麼意思呢 因為它轉的時候 如果它 它是按照那個中心點去轉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呢 要讓這個實針 要能夠在這個中間轉的話 怎麼辦 它變成說它在這個地方轉 那你就變成怎麼樣 讓這一個實針怎麼樣 加長兩倍 但是呢 它底下的部分 是透明的 看不到的話 那這樣轉起來 就感覺應該是對的 那怎麼做 題目有提示 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大小級位置 大小級位置 上面有一個叫採檢 採檢的部分的話 它說要採檢什麼 它的高度 要採檢多少呢 採檢高度為2.8 所以呢 你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高度的地方 直接把它設為2.8 OK 然後呢 直接把它關閉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採檢2.8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如果你用採檢的方法 它會自動幫你加底下這一塊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新增 這個陀螺轉的動畫之後的話 這個動畫 我們直接點這邊 這樣預覽比較看得到 陀螺轉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沒有 欸 有沒有 它就變成怎麼樣 因為它底下有一塊是透明的 看不到的 所以呢 它就會以那個中心去轉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設定什麼採檢 特別說採檢是按右鍵 大小及位置 那這邊有個叫採檢的 我把那個採檢的 就是高度設為2.8 那它原來的大小 它原來的大小 就是把它調整成原來大小2.8 用採檢的方式去做設定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在利用什麼 陀螺轉的效果 那轉的角度要剛剛好是45度 所以接下來的話 題目裡面要我們做的動作是什麼 利用陀螺轉是強調動畫 45度與前動畫同時 那期間的話是5秒鐘 OK 所以呢接下來一樣 我們就是在這邊點 你可以新增動畫也可以 或者從這邊點都可以 那我從這邊找到那個陀螺轉 第一個 好 那可是問題 我只要45度 它是繞一圈 那怎麼辦呢 記得 再從動畫窗戈裡面 因為我已經針對這個時間是 那個Picture 4 那旁邊的話有一個 也是一樣一個那個小箭頭 然後效果選項 特別重要 第一個先把這根改一下 與前動畫同時5秒鐘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與前動畫同時5秒鐘 再來的話記得改這邊 那因為我需要的角度是45度 所以效果選項裡面 看一下 它的數量預設是360度 陀螺轉預設是360度 那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45度就好了 這個地方可不可以改角度呢 當然可以改45度 好 這邊的話按一個確定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 那播放一下 看看是不是轉45度 欸 它還是360度 對 沒錯 這個很容易犯錯的地方就是 你在點擊它的時候有沒有 記得齁 我們習慣是按確定啦 不過它這邊有個套用 它應該旁邊有個按鈕才對 不過沒有 請你記住按Enter 這個時候的話 才會是正確的 否則的話很容易 這個地方很容易做錯 如果你沒按Enter的話 它不會套用360度 OK 這裡特別注意 那再來的話 我們再試一下播放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的時針的角度就會停在 不過5秒鐘 跑45度實在太久了 那因為我們的時針還沒設定 那時針一樣的方法 請你按右鍵 把它做什麼呢 採檢 那採檢的長度的話 根據題目要求是5.8 好5.8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一樣把這個採檢 設為5.8 把它原來3.1 所以你要把它兩倍 但是中間部分是重疊的 所以大概是5.8左右 你們大概就是自己再算一下 大概的長度 OK 好 再來你會發現 5.8其實差不多了 好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針對它做什麼 做那個動畫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新增一個陀螺轉的動畫 那一樣的話呢 點擊它 新增動畫陀螺轉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會出現Picture 2 那再來的話呢 把那個 這個期間有沒有 把它改成 接續前 與前 跟大家講 應該是 與前動畫同時 因為這個兩個要同時 去 不可能說 這個時間轉環再轉分 不是吧 因為同時吧 然後再來的話 期間也是一樣 把它改成5秒鐘 OK 然後再來的話一樣 點擊這邊 5秒鐘 然後點擊旁邊 效果選項 那角度部分的話呢 預設是360度 所以這邊的話 你把它改成540度 記得按Enter 否則的話呢 它這個效果 沒辦法套用上去 那最後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這邊的播放 它就會這三個動畫會同時 會去做 那最上面這個是什麼 資料庫圖表 那這個圖表本來就有了 所以你就不用做了 理論上 不過你可以參考它的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 你也可以試試看 其實它這個效果的話 也是類似的做法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最後做完 就有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效果出來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所以你將來如果說 要做一個類似時鐘的動畫的話 利用這個就可以做出來 那比較重要就是記得 你要把你的那個原來的圖做採檢 然後把它變成它原來的 接近兩倍的長度 本來如果比如說3.1 然後調整到5.8 再來就是做那個什麼 脫落轉 其實這個可以做蠻多的 這個效果出來的